早安… 好了,我們今天出發了 東京和東京近郊 Yeah, you're a school 我通常都不聽任何東西 下飛機才算 下飛機看到有甚麼好玩就去玩 這是我自己去旅行的風格 總之下飛機後一定可以 選到橋頭自然跡 出發了,上飛機 這次我和大家去東京玩 當然不會只在東京那麼乾 我還會去旁邊的神奈村縣 和千葉縣 對很多人來說 日本可能只是一個絕佳的旅遊地 不過對我這個流過殼的來說 這裡就是我除了香港之外 第二個最熟悉的地方 回來帶大家玩 當然不會去好行的景點 東京第一站,就先去這裡 我現在就去東京大神宮 這個地方香港人可能不太知道 但其實它在東京是很有名的 我每一次來到東京 都一定要來這裡誠心參拜一下 直到我成功為止 東京大神宮 是一間歷史悠久的神社 很多東京當地人都知道 它全名是求姻緣的 所以年中有不少日本OL來參拜 不知我今天又會遇到多少OL姐姐 球員神,當然是上手也要求籤 你看這裡 這裡的球戀愛很有名 所以特地有一個專門求戀愛籤 我當然要求這個 來一下,我先欣緣了 不用解釋了,只是第一號籤,大吉 這裡還有…例如你想求對象的話 星座方面,你選擇一個白羊座 又或者是血型,A型,O型等等 所有資料,甚至乎你的年齡差距 生肖,在甚麼方位都有齊 這個很好的字印 最重要是什麼?大吉 大吉 看來我這個2014年應該有暈眩 除了這麼正宗的戀愛籤之外 看著這間這麼古典的神社 真是想不到 連血型和英文籤都有 真是夠國際化的 球員籤,下一個指定動作 當然是買魚手 但這裡的魚手也有分幾款 如果你沒有拖泊,即是我這款的話 就買這款,就對了 寫著N-Rusby,即是替結良緣的意思 如果你有拖泊的話 買的就要寫著戀愛成就那一款 那就能夠令你們倆的那段因緣 有機會開發結果 我呢…慢慢繼續用這個吧 N-Rusby,N-Rusby 不要說太多了 寫上繪碼,再掛上去 大功告成,神明保佑 愛情順利… 來到日本 當然要帶大家去我以前經常留念的地方 元宿 先別哭我 我知道大家很熟元宿 但我回來後有另一個目的 我要回味過去 好了,我去這邊了 我們要吃這個 你看這個… 薯片加雪糕加朱古力 它有鹹,又有甜 帶這些出來很有趣 想完一大輪 我都決定選這兩種味道 元宿限定的風塘味薯片 還有我最愛每次來一定吃的 雪糕加朱古力醬薯片 我要吃一頓,因為這是我來一定要吃的 吃一頓,我要吃一頓 好吃 因為在薯片即炸 這個突然選擇薄的 這個是厚的,看到嗎 厚薄不一樣 好可愛 這個真是誰,我已經吃不到薯片 這個超甜 肚子就入貨了 是時候先幫家裡的衣櫃進貨 我先去吃一頓 這裡就是我在日本讀書的時候 一定會來買衣服的地方 為甚麼呢 因為它夠便宜 看看這裡多大 是不是走得都還沒走完的款式 這裡有男裝、女裝都有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這裡的衣服拍得住我 這麼潮之餘,價錢也不貴 因為有時間來尋寶也不錯 那時候我讀書 平均說有品牌女元宿的衣服 有點閒 你入場費也要一萬多日圓一件 一萬多日圓的時候 是我基本上差不多一個月的食費 一個月吃飯錢 買一件衣服我真的做不出 所以我想很多方法 我買一件衣服,哪有得便宜 有時候下來收拾衣服 可能買到一袋,拿回家 只不過是大約幾千日圓 我試過買一條褲,500日圓 那時候七蒜為港幣30多元 一條長褲 所以其實這裡要慢慢尋寶 讓我先尋一尋 這件不錯,我最愛卡尼根 跌了之後,475日圓 三十多元,40元左右 我平時就這樣尋寶 好,買你 走完足下通,也不差再繞隔隔隔 跨到吊參 那邊好像有很多人 有很多女生在排隊,GO 剛才我逛一逛 看到這裡有一間排日本的OL 或者女生在排隊 我沒有收拾,我打算過來排一排 然後我發現,原來真的是好東西 因為這間原來是吃朱古力的地方 又有這麼多女生陪我吃東西 又有甜食 沒有收拾,先排一排 這裡全部都是女生 沒有男生進來 現在是異類 但其實,就算不是進來吃朱古力 進來看看日本女生的脾氣 這東西比一般的披薩 更加大罪惡感 這棉花糖是剛剛烘焦了 棉花糖燒到這樣,烘焦是最好吃的 我不管了,肥就肥吧 我開動 甜到老了 棉花糖一咬進去就馬上融化了 跟朱古力會融化一坨 這個很罪惡 好,吃完這個 Cocleto Chirinzu 打針地打 這個其實是朱古力漿而已 但這樣玩法有多過癮 你看,做了幾下,我自己覺得很尷尬 請不要打針 自己說,大巴… 如果你已經走夠 但又沒想到跟著去哪裡玩的話 記得像我一樣,下載一些旅遊程式 看看最近有什麼好地方推介 再看如何坐車就出發了 我就找到台場有個好玩的地方,Go 這裡有點像香港的科學館 這個就夠有趣了 可以實體化自己的聲音 看看自己的聲音是什麼樣子 超人 還有這個動感機客人 你看,我型不型 很搞笑 你… 我… 我… 還有…這個3D投影區 這個球真的夠立體 不過我最喜歡的 都是這個笑臉排行榜 太好了 我都說我的笑容是殺死的 第二,第六位的這個 我有82分 這個…像嗎 接下來是池袋,池袋 玩到差不多 又是時候用程式 幫自己去找食物 先吃伊伊肚 記住,還要下載一些訊號 這樣就吃得更划算了 好,現在就去吃蟹放題,Go 3、2、1,開餐 你看 一個人9000日圓 可以任吃90分鐘的三大蟹放題之外 還包上前菜、炸物 還有一個魚生飯、甜品 合工,五道料理 如果真的吃的話 記住好像我一樣 剛才是那邊展示電話給她看 我就便宜了1000日圓 雖然不是便宜很多 但是這樣吃法 總是覺得開心點 下一節,我會帶大家去江之島 試試當地特產八爪魚燒餅 和白飯魚魚生飯 和感受一下鬧事意外小島的寧靜 然後進去江的那邊廣東ower 江之島 叫做江之岛 买好飞入閘就可以搭電車了 江之岛這個地方歷史悠久 在神奈川縣是一個有名的觀光名勝 我這麼喜歡江之岛 是因為小島的居民夠親切 還有這道環境夠舒服和輕鬆 哇 特別車卡 搭電車去江之岛 大概要10分鐘的車程 沿途已經感受到那份寧靜 你會感覺到自己開始遠離鬧市 江之岛雖然是一個一天就玩得完的地方 不過我要做的事是很多的 要吃八爪魚燒餅 吃魚生飯 看海景 行程很緊密 很多小學生 這個時節是他們的修學旅行 所以整個日本都有很多人去旅行 包括我 有間懷舊店, 去吧 這樣嗎?這樣就行嗎? 這樣就行嗎? 這樣就行嗎? 對 這樣就行嗎? 對 這樣就行不行的話, 不知道該怎麼辦 適合適的地方嗎? 為什麼適合適的地方? 適合適的地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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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我運會獎嗎? 謝謝 謝謝 好 好 再見 再見 拜拜 要去江之島再走過大橋就會到 一上岛就會見到迎接大家的青銅鳥居 這個鳥居在這裡兩個世紀 是指定的文化財產 而鳥居後的參渡就多野行 雖然參渡不是我的重點行程 不過要上山一定要先經過它 要先吃白飯魚 白飯魚乾, 白飯魚燒餅, 白飯魚批 我今天來的目的是吃白飯魚魚生飯 這是最有名的 上次吃完後念念不忘 有白飯魚的雪糕 有芥末雪糕, 買了兩個 這次還不變胖 芥末雪糕 是雪糕 很辣 很辣 你看 第一次我猜不到它真的有芥末 現在適應了 而且它吞了下去之後 它會迴花芥末味出來 如果兩個一起吃 是不是可以變成白飯魚 既然有這個要求 這個是白飯魚 這個是芥末 不管了 我來吃 不要這樣試 這是甚麼味道 導演 導演 其實這裡我雖然遇過幾次 但是很多東西我還沒吃完 因為這裡很多東西吃 每次吃到一半 我就開始飽了 然後下次再吃 所以吃到現在我還沒吃完 這裡的東西 我上次來是吃到這一攤 就由這攤機燒海鮮再開始吃 很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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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裡有一點苦 但可以吃 是 可以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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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 好吃 謝謝你 對 好吃 有一點苦 但很好吃 還有湯也可以喝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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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熱情的叔叔 很努力地告訴我 為什麼日本人這麼喜歡機燒 不過說了太久了 我很想去第二檔 不好意思 我要制止你了 謝謝 謝謝 再見 剛剛爸爸說得很對 他說近海的地方的魅力 就是吃這些 他們叫做機燒 我們會叫做機燒 我感受到了 機燒 到了 這個八爪魚燒 這麼黑 不好意思 是 這個… 你買了嗎 今天沒有 今天沒有 是 為什麼 我買了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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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今天下雨 所以不可以吃 不要緊 先買這個 謝謝 吃一塊腸子 先試一下 真的很脆 為什麼八爪魚 我為了脆 對 你看這個位置 不如看清楚一點 真的很脆 我輕輕力碰一碰 但你看到這個頭 還有一些瘦瘦腳 好像以前卡洞片 被人夾到門 然後被人變成一塊紙 這件事很重要 要先買鎖 因為我們待會 就要去龍戀之中 龍戀之中 龍戀之中 就是有很多情侶 會把鎖掛著它 然後祈求他們兩個姻緣 可以鎖在這個位置 那你想過 寫哪個名字 不要吵 你又知道我沒有 我一會兒不讓你看 你不要偷看我寫哪個 我告訴你 我都不知道多幸福 那次有介紹 是 寫得明白 戀愛成就的奇念所 婆婆 我幸福就靠你了 除了求姻緣之外 還有不少人 會來這個江島神社 求財運 日本有10個貓島 就是很多貓的地方 有些人說 其實江之島 可以叫做第11個貓島 因為有很多貓 你看 多乖 再見 原來走到山頂 有即整的白爪魚燒餅 去吧 你記得剛才 整隻這樣放進去 放了很多隻 然後就這樣放進去 蒸氣就馬上四散 這個就這樣已經覺得好吃 很期待吃新鮮的 辣辣 謝謝 謝謝 很熱… 新鮮的很熱辣 先嘗嘗 這個有很多 新鮮的 很奇妙 剛才是立體的 眼睛 你看看它可以看到 整塊紙 這個極重 八爪月薯片 龍戀之中 這裡還要多走幾分鐘 就到了 龍戀之中 是江之島一個重要景點 兼拍拖聖地 它就是紀念一位仙女 和一條龍之間的愛情故事 所以很多情侶都會來這裡拍拖 除了她來這裡敲響個鐘之外 還可以鎖上愛情鎖 保佑愛情 不過導演 這裡每個都一雙一對 你又沒有幫我預約女主角 那怎麼辦呢 通常都是一對情侶 她們一起敲 才能夠達成她們希望 白頭到腦 永潔同心的心願 那我怎麼辦呢 我唯有 左手扮著她 右手扮著我 好 好了 敲完鐘了 接著我要做個事 就是今天的難題 究竟我… 這個鐘我寫哪個名字 好呢 不如我寫完我們所有人 在這裡現場好嗎 攝影師 導演 我們的資料讚稿同事 全部一起 我們在這裡永結世民 你們幹嘛笑 攝影師哥哥 你給我一點反應 鴨頭還是… 我想到了 我和我的女神 那就是不知道是誰 不知道是誰 總之好東西 一定是神級的 就鎖起來了,女神 不知道是誰是女神 我不好坐 好久了 女神… 鎖匙怎麼樣 扔掉它… 以後都不能解開鎖 孤獨地敲完鐘 掛了鎖 就繼續找我今天的目標 白飯與魚生飯 到了 我可以吃我的白飯與魚生飯 在這裡了 你看 你看看,這裡可以一邊吃飯 一邊看著一個一望無際的大海 我上次來的時候 也是坐在這個位置 這個L字形 全部都可以看到海 但這個位置是最好的 因為這裡除了可以看到海之外 這邊看上去其實是一個山崖 這個感覺 真的有那種居高臨下 我覺得自己好像是這個島的島主 然後看著整個島 在這裡享受我的魚生飯 還有這裡有很多鷹飛來飛去 我從來沒有這麼近距離看過那些鷹 我其實上次吃的時候 很擔心他們過來搶我的飯吃 幸好他們沒有 開動 好 第一次吃這個飯的時候 我以為這裡是名產 人一輩子無一輩子都要試 但叫了回來之後 其實我有一刻有點後悔 因為它的樣子 其實真的有點噁心 不過吃完一次之後 又覺得口感挺有趣 甚麼都是假的 看著這麼漂亮的海 風味是加了兩倍分的 試試看 飯是暖的 所以上面的白飯魚混合之後 它有那種… 你會覺得白飯魚好像剛剛熟了 那種暖暖的、熱的感覺 但其實它是生的 未必過我受到的 因為白飯魚有一點腥腥的 而且這個飯其實還沒挺重的 不過我小時候 人一輩子無一輩子 為甚麼要試一下 今天在江之島 好像吃了很多東西 其實江之島除了吃 風景也很漂亮 快點去看看 這裡就是我去江之島最喜歡的地方 我曾經試過在這裡搶了一雙鞋 把雙腳浸到海裡 浸了一個多小時 那一刻我覺得自己 無論跟海還是地球 都是融為了一體 覺得自己很渺小 有甚麼壓力、煩惱 其實全部都不再重要 其實江之島的風景和野食 都令我很回味 不過最令我感受深刻的 應該就是島上所遇到的人 在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我感受到他們的親切和熱情 看著他們笑容那一刻 我覺得他們就好像 當我是這裡的居民 甚至乎是家人 所以我喜歡來江之島 這裡就是我的私房後花園 下一集我會帶大家玩 刺激又好玩的活動 還會帶大家感受日本人的家庭樂 體驗做一日農夫 下星期繼續在日本的三日兩夜 乾杯 你覺得買到手扣好嗎 你又戀人的手扣是甚麼關係 做警察的 那裡有這麼多鎖 我怕天上的神明 不會錯過我的那個 但如果我拿手扣扣著 好像他會比較容易搶 怎麼喝的 整杯喝 這個桶來 對了 不好意思 原來我弄了這麼久 這樣很難弄的 你看 整個垃圾鏟怎麼轉呢